不得违规杀人 小老师 这是合理竞争 没有犯规 不要逼我出手 楚天 班长小心 不要慌 问题不大 防御符 防御符转 还是一次性两枚 给我死 楚天 是个男人 你重来跟我打 送在飞壳后面 有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脸 一个炼体九重打我炼体七重 还不让人躲躲了 把我伤成这样 竟然还敢这么说话 我要你死 看招 胆小如鼠 笑死我了 喜人太甚 楚天 今天杀不了你 我阴武 势不为人 那你今天 还真当不了人了 烈火符 这么扛揍 然后就给你一点教训 什么 我们 赢了 好像 是的 班长 你可真棒 小事小事 怎么样 服了吧 愿赌服输 赶紧麻溜溜的给爷爷爬地上 学狗教 不可能 我不接受比赛结果 初天犯规作弊 这场比赛做不得数 我们走 等等 周老师 身为导师 怎么能出尔反尔 要赌的是你 现在不认账的 也是你 你以为 我萧青是好惹的吗 嗯 哼 学狗教 你 你们 你们不要怕 我去搬救兵 你们等着 周老师 周老师 站住啊 你还没有学狗教呢 你不要过来啊 嗯 学狗教 楚大爷 您放过我 放过我啊 都是班长在吆喝 我们都是被逼的 好说好说 咱呢 是个守规矩的人 既然立了赌约 就要遵守 赶紧的 我还要跟人吃宵夜去呢 哇 哇 哇 大点声啊 听不见 哇哇哇 警最棒的班长 楚天 来 班长 我再敬你一杯 今天要不是你临危不乱 我们还不知道 要被欺负到什么时候呢 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 这人的酒量真不是一般的差 都是基本操作不用夸奖 来来来一起喝一起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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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請你吃啊 走開 燈徒子 一股血的味道 獵人 不 凶兵 小妹妹 別這麼凶嘛 哥哥可是好心 誤會誤會 大哥 哥哥 既然來了 咱們就一起吃 嗯 你想怎麼樣 咱們一起 當然是孝敬大爺呀 小子 算你聰明 我們讀謝 可是這天封城內 最強的傭兵團 吃巷子 還不趕緊把這小妞也給我 大爺 這個自然少安勿躁嘛 怎麼 這是要孝敬給我的嗎 這支蟹 孝敬你全家 敢對我出手 小子你活膩了吧 好吃不 這裡還有一桌子 要不要多嘗嘗 這裡就交給我了 你們先回學院 那 那你小心 我沒喝多 再來一杯 還有時間擔心別人 還有時間擔心別人 老子今天就要弄死你 我好怕怕唷 該死的小鬼 又是這樣的劍 和上次暗殺我的人 用的一模一樣 什麼 暗殺你 你也配 就憑你的境界還敢跟我動手 不止死活 防禦符賺 每一枚價值至少兩千零食 你小子還真有錢呀 不過 等你死了 這一切就都是我的了 好東西還挺多 快把東西都交給我 說不准本大爺心情好了 還能饒你一命 有本事就過來拿呀 還真是學院裡的呆子 就你這樣的廢物點心 我一次能打十個 唉呦 我好怕怕呀 我就不信你能一直躲 這可是你逼我的 你跑啊 怎麼不跑了 你小子不是挺能跑的嗎 還有什麼寶貝使出來呀 大爺別急 我都給你 少廢話 趕緊把身上東西全交出來 哼 爆裂符 好的大爺 我都給你 你小平歸於盡 你 這幾萬的零食 沒白花 你 你 你敢動我 毒血用兵團 不 不會放過你的 告訴我 這是什麼 我憑 什麼告訴你 嗯 我說 我說 這 這是傭兵團的定制弩箭 定制弩箭 那你們有沒有接到過一個 刺殺煉氣七重修者的任務 他的名字 叫楚天 嗯 哼 向你們發布任務的是誰 這 說 哼 別說是我說的啊 哼 哼 哼 孝老師 班長他 不會有事吧 傭兵團的人 一向出手很辣 楚天雖然有些小聰明 也未必能夠贏過 那怎麼辦 都怪我 班長他是為了我才出手的 我不想班長出事 孝老師 算了 等不了了 我去找他 你留在这儿 没事就好 班长 别不乐了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别忘了 我可是高阶一班最棒的班长 吃烧烤 这可是我特意打包回来的 赶紧的 趁热乎 班长 怎么 不吃啊 不吃我可自己吃了 别浪费啊 班长 你等等我 来 分你一半 这下烧烤味道特别好 萧老师 你要不要也来点 我只是天风学员的一个普通学生 竟然会有传说中的神秘组织来暗杀我 财务处的赵管师找我麻烦就算了 现在还来一个毒蟹佣兵团 难道是因为天肚体 老爹说 这个天肚体 以后还能升级 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算了 还是自己努力更加重要 兵来降荡 水来土掩 等到时机成熟 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 还活着 会不会是 遭人报复 就这些鼻子 两次不敢 管他是谁敢动我毒蟹佣兵团的人 必死无疑 给我查 是 福篆剩的不多了 看来得去堂去宝阁了 也不知道 我要的丹药有没有到 哈哈哈哈 你不要跑 楚天 楚大哥 欢迎大驾光临二班 有什么能为您下劳的吗 做错班了 昨天的胜利班长楚天功不可没 我们大家为他鼓掌 没没没 没有什么 我一直就是这么优秀 但是 我希望大家也能引以为鉴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冲动行事 造成不必要的武力冲突 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知道了吗 楚天同学 好的 向老师 行了 咱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到底是在夸我 还是损我呀 您好 哼 小姐 您好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这里交给我 我来拿毒蝎用兵团 前几天要个东西 唉 又是包石头 上次我们已经说了 小店 真的没有多余的福转和丹药了 哦 是吗 你们这宝阁 你们这宝阁 盖着天封城最大的买卖 却没有高阶的福转和丹药 你说这话 我信吗 怎么不信啊 小姐 我们哪敢骗您呀 下一批货就快到了 到时候我一定派人亲自送到工会去 您再给通融通融吧 哼 对了 昨天晚上佣兵团 有人折在了你家的高级福转底下 班请融管是仔细想想 这史福转的人到底是谁 这 去宝阁买卖离手该不负责 能拿到咱家高级福转的客人 少说也有上百个 查起来怕是有些困难 算了 好好注意着 有消息 立刻来报 否则 去宝阁 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是 是 这大姐杀气也太重了吧 哇 什么情况 你们聚宝阁被打劫了 楚公子 你来了 抱歉 让你见到这么狼狈的一幕 请跟我往这边来 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独蝎佣兵团的人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 在城里变相收取保护费 我们这些商户就只能破财党灾咯 又是独蝎佣兵团 今天他们来要福转和丹药 我聚宝阁已经是被逼无奈了 只能等有了再送去佣兵工会 佣兵工会 就是独蝎佣兵团的总部 哦 他们人多势众 你们聚宝阁还是天下连锁商会呢 总部调几个强者过来 就能轻易把他们打趴下 怎么还会挨欺负 唉 公子有所不知 强龙不压地头蛇 更何况 我们只是聚宝阁在天丰城的一个小分部 求救发出去一个月了 总部只答应派一个新动气强者来作战 到现在还没来呢 这根本就是原水救不了进货 还有这种事情 这天丰城里都没人能管管吗 谁能管啊 连城主都忌惮他们三分 不说这些了 楚公子 这可是我们特意给你留的 令体丹 可以啊 刚刚那人把垫都快砸了 你们还能帮我把丹药留着 这是当然 做生意讲究诚信而自 更何况是答应公子的 我们自然是要做的 嗯 这 就是您预定的高阶炼体丹 全部由聚宝阁的高级炼丹施炼制 这一枚的药效 抵得上十枚普通炼体丹 这里 一共有三枚 好东西 耍卡 好嘞 佣兵工会是吧 哼 有意思 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佣兵工会 今天就让我楚天来会会你们 请问一下 佣兵工会还招不着人 你可以在工会发布个人简历 根据你的实力等级 自然会有对应的佣兵团队与你洽谈 那 还有什么事 有事快说 那个 我想问问 毒蝎佣兵团对应什么等级啊 小子 我劝你不要招惹他们 看你这样 还在上学吧 毒蝎佣兵团人数众多 天风城内 几年前也只有兄弟会 能够跟他们一较高下 现在嘛 好小子 嘴巴成正能就行了 赶紧回去上学吧 兄弟会 那也是佣兵团吗 你不知道啊 刺客兵团兄弟会 三年前被毒蝎佣兵团几乎全灭 现在这里 招牌都被换了 有点意思 不知道 这个兄弟会又是什么来头 该死 那小子人哪 干打听我们毒蝎佣兵团的事情 这人一定有问题 必须把他截过了 快 嗨 你们在找谁啊 顶身符 我打 还不老实 我打 大哥 别打脸 那 不想像他这样 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好好好 大哥请问 你们是毒蝎佣兵团的人 是 三年前兄弟会那场战斗 你们有没有参加 有 有有有有 我我我我我我负责 受尸还有抄将 但是我可没有动手杀人啊 那兄弟会还有人在吗 我我听说 兄弟会的团长和副团长逃出去了 而且核心炼丹师们的尸体 也没有找到 应该是还活着吧 哼 诶 楚天 楚少 是我呀楚少 掌阁处的林磊 还记得我不 林磊啊 你有事吗 对不起楚少 前几天是我狗眼看人低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不要跟小弟计较 咱真不是故意的 嗯 突然这么来讨好我 准没好事儿 诶 楚少 明天晚上有个开学典礼 学院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都会去参加 我特地前来邀请楚少 您去赏个脸 怎么样 学院办的开学典礼 不是在七天后吗 不是不是 学院的开学典礼 谁都能去 我们这可是 学生会举办的高级聚会 只有收到邀请的人 才能参加 楚少您如此身份 这个聚会 怎么能少得了您呢 哼 马屁拍得不错 像我这样的身份 当然是 不去 楚少 您听我说呀 这可是认识四方豪杰的 大好机会 整个学院的风云人物 可都会去呢 不单是高阶炼体班的人 就连助激进的天才们 都会来参加 大家相互认识一下 总是有好处的 您说呢 典礼上还有激进的比赛 只要能赢 就能拿到市面上 没有的宝贝 突破炼体修为的丹药 还有不外传的五姬秘笈 楚少 帖子留下 我会考虑的 界势一定恭迎楚少大驾 打扰了 告辞 告辞 楚天 这次我看你还怎么全身而退 这红门宴看来有点意思 想要成为学院第一高手 确实得先 会会这些人才行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以下几点是今天的重点 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 这些是我们炼器的基础 昨天买的高级炼体丹 花了一晚上 才炼化了一枚 修为虽然大涨 但还是没有突破到炼体八重 难道是我天赋太废了 还是拿丹药不香 破镜可真难哪 谁是楚天 快给我出来 来 教师重地 贤人免禁 有什么事 下课再说 你就是萧卿 身为党师管教不严 纵容弟子当街杀人 还敢在这里叫萧 楚天在哪里 快把他交出来 当街杀人 楚天绝不会做这种事 你们无凭无据 这分明是诬陷 找我干嘛 天风学院护卫堂的宅晴天 楚天 你杀人了 跟我走一趟 没有证据 就算是护卫堂的人 也别想在我的课堂上 带走任何人 是吗 是护卫堂 之前就听说学院里有人违反校规 狩猎人命 被护卫堂的人抓去处决了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护卫堂是天风学院的高层机构吗 这护卫堂严格来说不归学院馆 可咱们学院修者太多 总会出事 除了院长才请来了护卫堂 维护学院治安 他们在学院权力很大的 你要证据 我说的话就是证据 带走 我去 下手真狠 宅晴天 你说小月我杀人 那我究竟是几十杀人 杀了什么人 你亲眼看见了 废物东西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不过如此 现在还不能出手 楚天 住手 宅晴天 你竟敢违反学院院规 私自对学生有刑 你没资格带走他 后卫堂办事 谁敢插手 止步 孙老师 可恶啊 金丝软甲 一个废物身上 竟然还有这么好的装备 楚天 你这软甲 怕也是偷来的吧 我楚天站得直 行得正 还怕你们不成 不过我要是没罪 你们胡乱抓人 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哼 大眼不惨 带走 不准你们带走他 是啊 不准带走他 宁宇小姐 护卫堂办事 您可别让我们为难哪 知道我是谁还不放人 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就不怕我去找爷爷告状吗 小姐 我可都是按规矩办事 有什么好告状的 此人触犯了愿规 还请你不要纠缠 赶紧让开吧 我偏不 你 你 斩青天 让你抓个人 怎么这么磨蹭 天风学院副院长袁武 他怎么来了 袁大人 犯人楚天赋予顽抗 还教唆老师和同学 唯独护卫堂办事 请大人主持公道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你就是楚天 没错 我就是学院里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学生 你们凭什么抓我 有人举报你恶意杀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走 肖老师 肖老师 我没事 可恶 现在怎么办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去搬救兵 爷爷怎么还不来啊 太好了 幸亏赶上了 发生了何事 院长 好久不见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还不快松开 学院里有学生触犯院规 作为副院长 我自然要严加管理 不是这样的 爷爷 他们无凭无据 就要强行抓走楚天 还不分青红皂白的动手伤人 他们 这是要栽赃嫁祸 我只是公事公办 不信您可以问他们 胡闹 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 遇见厉害的 还不是怂了 还不松开 是 院长 班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看 这不好好的吗 不过 你可真厉害 居然请来了院长 那当然 主绍 让你受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是我这个小人物 劳烦您大驾了 主绍说笑了 你哪里是什么小人物 老朽我可是一直都关注着你的安危 今天是老朽来迟了 还请主绍多担待 呃 好说 好说 院长 您在说什么呀 他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您别认错人 闹的笑话 院武 你带人威胁城防安危 还死同外敌 想要加害天风学院优秀弟子 这件事情 我需要你好好解释一下 否则就算是我不追究 城防将军也是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事情 怎么还和城防将军扯上关系了 我说有关系 就是有关系 快 太快了 员武小儿 你好大的胆子 你 你是谁 竟敢对本院长出手 城防将军成鬼 怎么 就是你想要加害楚少 我没有 城将军 误会 误会一场 误会 什么误会 我家楚少刚才就被你绑在这里 你还跟我说是误会 楚少 对不住对不住 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不对 是狗眼看人低 我也是听信了谗言 这个事情啊 是这么回事 嗯 怎么回事 都是他 是他举报 不不 是他诬陷的楚少 宅天 还不快滚出来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 是我看不惯楚天木屋村长 哎呀 所以 所以才诬陷他的 原来真是你在高贵 这宅秦天就是活该 向来就骄横跋扈 还不顾怨归颠倒黑白 这下踢到铁板了吧 此话怎么讲 这个楚天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竟然能让校长和城防将军 都来为他撑腰 恶意诬陷学院弟子 护卫堂也保不了他 哼 等着看吧 宅秦天今天完蛋了 副院长啊 我知道您是为了学院弟子的安危 跑进跑出很是上心 但这以后抓人呢 还是要先查清楚再说 对吧 是是是 楚少教训的是 我向楚少保证 以后一定查清楚再做事 绝不冤枉好人 我深刻反省 深刻反省 还不快给楚少赔罪 楚 楚 楚少 求饶的话 刚刚已经有人说过了 你就没有其他想说的吗 比如说 这件事到底是谁指使的 哪有什么人指使 误会 误会一场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来替你说吧 本人 最近很高调 很多人都看我不顺眼 但我堂堂正正 那些仗势欺人的借口 你们 就说给 自己听去吧 你 你想干什么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今天我也仗势欺人一回 说实话 我并不着急找出幕后黑手 反正这些人迟早会被我揪出来 但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哼 既然 你没说实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身为护卫堂的人 竟然知法犯法 这种败类 你们可一定要严惩啊 您说是吧 原副院长 放心吧 楚少 这里就交给我了 你 你 你别过来啊 原物你过河差 福天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石校长 我这叫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而且我刚才给过他机会了 是他自己没有珍惜 怎么能怪得了我呢 在这个世界里 好人总是被坏人欺负 遇到这种坏人 适当的惩罚还是有必要的 班长说的对 这样的小人 就应该被处置 都算了吧 我饿了回去吃饭先 回家啊各位 班长 太好了爷爷 还好你收到消息及时赶到 不然楚天 就被护卫堂的人带走了 您是怎么来的 我 我在路上遇到了 成房将军成奎 被那老粗 恭恭敬敬请过来的 爷爷 你们为什么都把楚天 叫做楚少啊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楚少是成将军的重点保护对象 至于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爷爷我也不知道 不管怎样 小语 和他好好相处 爷爷看好你哦 爷爷 你胡说什么呢 哎呀讨厌了 可恶 是为兄来晚一步 楚天 我要你血债血偿 今天真是险下还生 看来我得抓紧一声秀为了 直到努力就好 被区区助击修者拿住 真给老子丢人 老子要是不来 你的皮都被人扒了 你不出手 我也有法子脱身 有志气 最近表现不错 这些丹药够你连生两镜 别再给老子丢人了 死要面子 对了 今天还有私人聚会 也不知道聚会上 都有些什么好东西 正好去逃些宝贝回来 昨天就是你动了我毒蟹佣兵团的人 你是 区区炼铁七爪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是快乐 有些佣兵团的人 为什么要杀我 拿钱办事罢了 回宣任 这兵器 有点意思 那就让你看看 更有意思的 管你 区区佣兵团而已 还真当我好欺负 哇 啊 这只最近迷的弥烂气息 有点上头啊 嘿 小姐姐 我可不可以吃一下你的 嗯 哎 你不是掌哥说的那个 嗯 身兼多指 这年头 大家都不容易啊 豪气 真是豪气 嗯 你 你们 身兼多指 既然哥几个都认识 那 就辛苦你们了 阁下 请出示请柬 哦 对哦 糟了 请柬没拿 那个 请问 可以刷脸吗 这是天风学院的高层会议 闲杂人等不得进入 啊 这么严重啊 楚天 怎么样 进不去吧 哦对 这可是宇文公子举办的典礼 只有学院的高层人员才有资格进入 你没权没事的 自然是进不去了 哎 看来 我今天是没这个福气了 你别走啊 来来来来 你进不去 这不是还有我吗 你忘了我是谁吗 你是 低级练体班的劳动委员吗 答对了 记得如此清楚 难能可贵啊 小楚 实话告诉你吧 我来这儿也是为了谋求更高的职位 更高的职位 当个劳动委员没事捡捡垃圾不好吗 你把伟大高尚的劳动委员说成捡垃圾的 以前你不是经常使唤我帮你捡垃圾吗 哼 不是抬举 楚天 看我不好好捉弄捉弄你 这次的高层会议 绝不只是开学典礼这么简单 还汇集了学院中 所有教子上号的大人物 就连封纪委员会会长都来了呢 这一次如果表现得好 我一定可以平步青云 等着看吧 这是本公子的请柬 你可以进去 但是他不行 除了班长级别以上的人物 其他人一律没有带人进场的资格 看来又有人在装大头喽 你给我等着 凌脸少爷 你是低阶一年级一班的 什么海来着 卫海 怎么了 我我进不去高层会议 我记得你们低阶练体班 一共三个年级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跟着班长进去呗 班 班长这不是不在吗 是我想带个人进去 我之前不是给过你们请柬了吗 真是一群草帽 喂 他带个人进去 人呢 我在这呢 真是个草包 躲什么躲 是不是没见过这阵势 别看了 我告诉你 那可是高高在上的灵蕾少爷 咱们学院里可没人敢惹他 走吧 我今天就带你开开眼 好 让你看看天风学院的另一个世界 哼 卫海 被你欺负了那么久 也该轮到我 好好治治你了 别可这儿伸头伸脑子乱看 这里面随便出来个人 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你碾死 知道吗 好好好 卫海 这么多大人物 你不给我介绍介绍吗 看见穿黑衣服那个没有 那个是高阶练体班的最强者 周济班班长延武 以后你见了他最好绕道走 是他呀 楚天 你有毛病啊 抱歉抱歉 我被延班长的神威吓到了 没想到 那么强大的人 竟然如此低调 嘿嘿 走开走开 没见识 让你知道更多东西 岂不是要被吓死啊 呃 是是是 那 今天天风学院的第一高手会来吗 那我哪知道 但是这里确实有个高手 道尽力 不错 不是 是他 那天天哪 我心里对他 那今天专业 一大堆 呢 调 你怎么能找到 演义 毛都没长齐就敢开这种玩笑 你赶紧给我闭嘴 你说什么 臭小子 老子忍你很久了 从刚才开始 你就一直在这里 叭叭叭叭叭叭 毛没长齐 老子现在就掐死你 看你的毛齐不起 死光头 你知不知道这是谁 我们魏少爷 可是和护卫堂 翟春秋堂主有交情的人 还不赶快放开 初天 你瞎说什么 还敢乱判关系 认识翟堂主 翟堂主的大名 是谁这群杂碎 可以乱叫的吗 你删就删 别碰我家魏少爷的头发 你头发里的血 你头发敢在这里 大声说话 大声啊你 小子 你看清楚了 老子 是风纪委员会的人 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怎么样 我帮你赶走他了 你 你 我 你别晕呢 你还得带我去见世面呢 初天 你这个蠢财 我真是指负 谢谢你全家 好说好说 谢我全家 我都不知道我全家在哪里呢 不跟你一般见识 看看这边 这里最激动人心的场地 参加典礼的所有人都可以敲响这面铜锣 发起笔斗 奖品 可以是任何东西 灵石 功法 甚至可以是灵宝 只要你有胆量和实力 甚至可以一招麻雀 变凤凰呢 不过 这里可没有愿归啊 生死各安天命 初天 你想不想上去试一试 伯一伯 一招成名多好 这里怎么还会有未成年 幽猛 好凶的丫头 哎呦 竟然是白家大小姐 初天 这下你可算完蛋了 都是误会 同学 真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 一个费灵根的孤儿 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仅剩的炼体七重 你 敢不敢和我上台斗一场 这话说的 我怎么能对这么可爱的女孩出手 女孩 看清楚了 我的实力 炼体八重 白师姐竟然已经到了炼体八重的境界 师姐 这事儿是我不对 要是打我一顿 你能消气 那就来吧 刚才可能有点冒犯 但你确实挺可爱 要打就打 叽叽歪歪 算什么男人 赢了 这份传功欲检 就是你的 要是输了 你这双到处乱看的眼珠子 就归我 怎么样 传功欲检 正好可以拿来提升灵力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一言为定 你 去敲鼓 好 好嘞 大家快过来看 开学典礼上的第一场比斗要开始了 白青云师姐 对战高阶一般楚天 好戏开场了 蠢才 待会儿看你怎么求饶 女孩子家家的 少废话 看劲 等等 等一下 吻尿急 申请暂停比赛 去趟厕所 不会吧 他竟然真的去厕所了 过去 还能有这种操作 都这么久了 楚天怎么还不回来 那小子 不会是溜了吧 白青云也太惨了吧 这样被晾在斗技场上 抱歉 抱歉 人有三级嘛 见谅见谅 天 你竟敢这样戏怒我 我家里最是万段 是万剑齐发 快躲开 万剑齐发 看我的 走回云之日 大储射月 你竟然是炼体 九重 哼 没错 答对了 这 不可能 你不是炼体七重吗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九重 你作弊 不不不 忘了告诉你 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 偶有感悟 所以晋升了 什么 上个厕所都能上进 还是连升两进 这也太牛了吧 不好意思 你的传功御检 是我的了 恭喜楚少 赢得比赛 好说好说 事急从全 不管了 死就死吧 怎么样 服气了吧 你又是谁 靠单要催生出来的九重而已 是炼体九重的超级强者 畜生 敢欺负我妹妹 我要你死 我去 这兄妹俩怎么一个德行 这下惨了 白玉田 你想坏了学院的规矩吗 冷面剑魔际冷风 主级中级的高手都出来了 这楚天 到底是什么人呢 让开 敢欺负我妹妹 今天 不要把她吹成肉泥 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就是一场误会而已 欠也到了 打也挨了 你还想怎样 我说过了 学院之内禁止打斗 不要拦我 我要跟她决一丝战 谁要跟你打 诺 他犯规了 他犯规了 抱歉 你太欠打 我都看不下去 若是要生死决斗 征求对方同意 上决斗台即可 初天 你敢不敢和我打一场 不是吧 还要打 呸 敢做不敢当 松抱 笑话 来呀 谁怕谁呀 但我说清楚 你妹妹的事情 已经翻篇了 按规矩 要和我打 就得拿出点彩头来 你要用什么 停 别拿什么破单药来糊弄我 小爷我那儿一抓一大把 拿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否则 白白了您嘞 那好吧 雷霆全谱 这不是白家的传家之宝吗 全谱 没错 这个够吗 只要你跟我打 赢了 它就是你的 一个破全谱 有什么好稀罕的 不过 既然是你的传家宝 我就 勉为其难受了吧 雷霆 说吧 你想要小爷我拿出什么 有你的命 抱歉 这个月 我满足不了 暴力服 这么多不正 天哪 个卑鄙小人 抱 哥 你自找的 哥 你没事吧 楚天 你你你 你竟然用符转偷袭 你这是作弊 偷袭 决斗是他提出的 打架也是他先出手 我不过是自卫罢了 再说 有人规定不许用符转吗 有人这么自卫的吗 楚天 你就是胜之不武 禁止法 楚天犯规了 快把他抓起来啊 按理说 上了决斗台 双方打死不论 出什么招 都不算犯规 听到了吧 生死场上 我难道还得告诉对手 要出什么招吗 下次去茅厕 要不要通知你 你 去 你们可还有话说 楚天 你等着 是个狠人 语文会长到 让诸位久等了 是语文会长 哇 今晚的主角可终于来了 嗯 语文卿也还是那么的帅 是老师啊 同学们 这一次的开学典礼 依旧由我主持 废话不多说 我宣布 开学典礼正式开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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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谁啊 学院会会长 语文清语 她可是开学典礼的组织者 来自世家的超级天才 听说今年才十八岁 就已经达到住阶中阶了 这么厉害 我开挂修炼了这么久 也才练体九重 她是怎么做到的 你想知道 当然 想知道的话 我去帮你问问我的贵人 这个废柴运气竟然这么好 现在看来 也就此到头了 你来了 快上来 我 这不好吧 你 你想干嘛 虽然你 让开 别挡道 你看见没 羽毛公子和冷小姐 可真般配啊 石校长的孙女 她可真漂亮 那可是语文清语的女人 你们敢如此议论 不怕惹候上身吗 秋天 小语 谁是你的小语 放开我 小语 别忘了 我们可是订过婚的 语文公子 我与你毫无瓜葛 请你以后 别再说那些恶心的话 你 我说 强扭的瓜可不甜 语文公子 可不太好吧 班长 你怎么也来了 我 我就是来凑凑热闹 你们认识 小语 不跟我介绍一下你的同学吗 班长 不用理他 我们走 站住 楚天是吧 不如先听完笔人的自我介绍再走 我乃凌城城主府三公子 现任天风学院会会长 语文清语 也是你身边这位小姐的未婚夫 不知阁下是何须人言 凌云城 语文公子竟然是凌云城城主的公子 那可是霸天宗的知数城池呢 少见多怪 语文公子的身份 能是普通人能比的吗 这个楚天 竟然敢和语文公子抢人 真是不自量力 怎么样 这下 那又怎样 没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你 混账东西 竟敢对本公子出言不许 识相的就赶紧滚 凌云 你这个未婚夫素质怎么这么差 楚天 都说了他不是我未婚夫 那他还这么嚣张 楚天 我杀了你 胆敢无视我 都说了不得私斗 听见没有不准打架 打赢进牢房打输进医馆 是吧小金子 你叫我 你叫我 静等风 你有病吧 这你也管 语文公子 凝语都说了跟你没关系 你怎么像条狗一样咬住不放啊 楚天 我要你死 你死 小心 暴猎夫 喝 喝 呃 关长 你没事吧 吼咳咳 放心吧 我没事儿 有事的人在那里 臭天 你竟敢杀我 打的就是你 可恶 会长 您没事吧 走开 敢对我用符转 不知死活 身怀助击修为还搞偷袭 我用符转又算得了什么 我饶不了你 语文清语 你偷袭私斗 谋杀未遂 跟我到护卫堂走一趟吧 笑话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 我可是语文清语 区区一个护卫 你能奈我何 停下 我叫你停下 混账 我可是语文家三公子 堂堂绝会会长 小鸡子 打得好 闭嘴 好了 住手 此人私斗伤人 处犯愿归 礼当处置 还请副堂主让开 此事我自会定夺 金冷风 下去吧 在下依法行事 谁也没理由拦我 好了 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 不要再胡搅蛮缠 金冷风 就凭你也想抓我 你们这群废物 在我语文家面前 不过就是一群蝼蚁 我无法计 我无法计 唷 驾 好了 怎么回事 谁把灯灭了 拉扎拉扎 大家怎么还拉灯啊 闭嘴 别慌 有霍卫堂的人在呢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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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 得下个法子托车 天肚体 这眼神绝非寻常休者 你们看 语文清语呢 对呀 人怎么不见啊 竟然逃了 我去追 好了 此事大家无需多管 护卫堂会负责到底 等等 翟夫堂主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妖兽 不知道您看见了没有 妖兽 学院里怎么会有妖兽 语文会长不会是让妖兽给抓走了吧 小子 不该管的事少管 小心活不长 嗯 嗯 嗯 不对劲儿 这个宅堂主 看来不简单哪 在哪儿呢 你那个不要脸的摄友在哪儿呢 你确定没看错 我 就在前面 千针万确 我刚刚就看见她和宁宇姑娘站在一起 她还握着宁宇姑娘的手呢 让开让开 都给老子让开 都给老子让开 没看见灵少来了嘛 灵磊啊 楚 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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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定了 调戏了清云小姐不够 还敢调戏宁宇姑娘 等着灵少抽你吧 灵少 你快来 就是她调戏宁宇姑娘 我到底造了什么孽 我请楚天来 是想借刀杀人啊 为什么现在冤种竟是我自己 你 我怎么不知道有人调戏我 调戏 天地良心 这可不是我先上手的 这 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灵磊 本姑娘的敏捷可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句误会就能解决的事情吗 不能 当然不能 尾孩 你个畜生 脑子要被你害死了 你可别怪我狠心 敢乱绞冷姑娘的蛇根 该打 这动静 吓我一跳 还敢吓着楚少 更该打 你别打啊 唉呦 喂 林少 你怎么打我呀 你该冲她的呀 停停停 哎呀呀 别打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楚少对不起 对不起 这真不干我的事 一切都是她在搞鬼啊 放心吧 我当然知道 你玩不出这种把戏 您知道 我是忠诚的 丑上 语文清云已经离开 原定的高层会议也取消了 开学典礼估计是要暂停了 您看是不是赏光去我那儿 稍作休息 怎么 这语文清云走了 开学典礼都不办了 除少您有所不知 这会场的所有消费 都是他买单 这语文公子一走 我们付不起账单 也不好多留 那不行 感情语文清云那次的风光 都是用钱买的呀 高层会议这么重要的环节 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呢 我宣布 会议继续 今晚的消费 全都由我楚公子买单 好好好 主少 我这就去准备 会议一定照常静心 您请跟我来 做好事 不算胡乱挥霍吧 不关人事 不得入内 班长 好了 都是臭男人的地方 你还是别去为好 在这里乖乖等我回来 可是 放心吧 我是谁 高阶一班最棒的班长 楚天 高层会议 我来了 我安全为了 我怕是 要差一种 你 我怕是 我